欢迎收看金领天下金控三角链 在今天是再度成了盘面的一个焦点 就在这个台新金跟新光金宣布要合并之后 没有想到这个中信金却表态 他执意要来抢亲 那么现在代驾新娘也就是新光金的部分 在今天开盘一个小时 马上就爆出了近百万张的这个巨量 而至于中信金箱也传出说 最好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可以一石二鸟 就是连台新金都一并给吃下 不过我们再来看到在美国的部分 美国联准会主席这个包人 在Jason Hall的年会上 他表态说这个降息的时间点已经到了 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投资公司BCA却说 整个就算是降息三次 都没有办法去阻止美国出现衰退的情况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在先前 川普有说如果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会让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可以入阁 不要讲他现在是反悔了 他说马斯克真的是太忙了 恐怕是没空入阁的 这是在玩弄马斯克吗 另外在最近也因为这个降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确认了 所以美元走弱台币在今天五盘是强升了超过1.6角 不过反倒是在美债ETF 原本大家觉得说降息股价应该是会上扬的 不过在最近这个表现却是比较平淡 是不是因为有汇差方面的一个陷阱呢 还有日本竟然是出现了米荒的情况 这是所谓的令和米骚动 超市甚至祭出一天只能够限购一包米 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议员教授郑廷怡 大家好 我是议员教授郑廷怡 资深分析师陈微良 大家好 李伯雅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资深运动评论员许韦志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微良 在这个台新金跟新光金宣布要合并之后 没有想到半路就杀出了这个中信金 而且他一副就是志在必得的样子 现在市场还传出说 这个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会不会最好的情况 他甚至连台新金都一并吃下 先简单看一下 中信金所提出来收购新光金的条件 基本上是采取换股 一股新光金可以换0.3132股的中信金 另外再加上4.09元的现金补贴 所以这两个部分折算起来之后 等于就是用每股14.55元的价格 来收购新光金 这个价格如果相较于新光金的 以上周五的收盘价来讲的话 它是大约溢价了17% 之前台新金所提出来的 折算之后等于是一股11.32元的聘金 是折价9% 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 就是差了大概有26%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中信金 释放出极大的善意诚意 也展现出他非拿下不可的决心 他是用溢价 然后这个聘金给的更多 对 那对于小股东来看 这个就像是放在眼前的胡萝卜 如果你是小白兔 当然就是想要一口咬下去 只不过其实不论是中信金 或台信金的出价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都没有高过于新光金 目前财报上面 所揭露的每股净值16.53元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五也有提到 要怎么去解读净值这件事情 好 但是关于中信金 虽然说他好像就是 积极的一定要吃下新光金 但是到底吞下去的 在短时间来看 是一个补药吗 还是说会不会是 我想不至于叫毒药 但是真的有没有 那么样的大进步 我们从三个角度 再分别来谈一谈 第一个部分来说 因为合并之后 他高价收购 所以这个部分 所谓的溢价的部分 它会有形成 必须做商欲的一个摊销 这个估计可能金额会达到 400到500亿元 等于说你出的价格越高 你将来要摊销的商欲 也就会越多 那这个部分 其实它会形成是获利的减项 第二个部分 因为从2025年 台湾保险业就要正式去接轨 所谓的IFRS 17 对 那这个部分 在财报编列上 其实它会很复杂 但我们其实话凡 我一姐跟大家讲 就是以前受险公司 在高利益时代 发了很多这种高息的 储蓄型保险 那事实上现在利益走低到这里 早就产生了很多利差损 那账面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为了接轨之后 其实就会有资金缺口 所以这个部分 也可能必须要由 中信金来承担 当然前提是 如果它真的收购完成的话 那当然这个就会关系到 很多人存中信金是很在乎 它的配息 是不是一直都很稳定 所以它为了要取新光金 其实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那再来第三个 刚才有提到 它的收购方式 其实包括了换股 所以股本一定会变大 变大之后 当然你在计算 每股盈余的时候 通常并购案免不了 都会有稀释的效果 估计大概稀释3到12% 不过因为新光金 只要它是有赚钱 假设以今年 因为今年其实算是 它近年来的获利的 巅峰状态了 当然未来能不能保持 这个还是不确定 但是如果用今年的获利来看 那即便是中信金 合并后股本变大 那至少新光金 还是可以带来 0.5%到2%的获利贡献 所以还是有一些贡献 但是这三个层面 我觉得未必会让整个中信金 在短时间之内 就变成如虎添翼 所以当然长期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并购 因为并购以后 中信金它将成为 除了资产规模 是国内金控第一档 然后在受险的部分 它将成为第三档 然后在券商的部分 它也成为第四档 那银行的部分 中信银再加上新光银 也会成为第一档 所以中信一定要取到新光银 它其实是有长远的规划的 对 那台新金这个部分来看 因为已经规划好了 就是10月9号 就是股东临时会 这就很重要的一个投票了 那在股东会前一个月 就是最后过户日 所以你要在股东会前能够 在股东会的当时 你要能够有投票权的话 那也就是最慢 就是在9月9号之前 就要取得股票了 那这边来看的话 那因为按照这一次 属于特别决议 所以公司法的规定就是 持有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这是门槛一 那门槛二的话 就是要过半数投意 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强调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想说 这个小股东 这次应该不会同意心心病 因为台心经的出价就比较低 所以到时候就要投反对票 但是要跟大家讲 刚才强调这个重点就是 因为上市贵公司 他们的股东会的决议 不是按人头来算的 不是一人一票 他是按股数在算的 所以小股东虽然人数很多 但是他持股比率到底是怎么样 这就关键 那我算给大家听 星光经现在的股东总人数 大约45万人 那持股10张以下的 包括零股的这些小股东 人数是占了34.7万人 占比很高 可是他们持有的股权比例 大约只有5%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 其实不太有这个话语权的 是 虽然这个说起来很残酷 但是事实上就是 多数人可能现在在网络上 都在抗议说 我绝对要投反对票 但是最后过不过 其实是看大股东 影响是很有限的 因此我认为台信金老兴宅宅 他只要搞定大股东 股东临时会应该通过 合并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这次有并购高手说 中信金正在打一场 又赢无输的仗 怎么说 我们按照合并两个情境 第一种情境 就是新兴金破局了 并购不成功 那中信金就如愿成为 台湾第一大金控 可是刚才已经提到了 这个破局 其实要看大股东 好了 那有人就说了 中信金是不是神机妙算 现在公开收购 到时候他不是要买 10到51%股权 那他就是大股东 那他投反对票 对耶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如意算盘破灭 因为中信金是在今天正式 像这个金管会投鉴要申请 就是做公开收购 那按照规定 只要从申请的隔一天 明天开始起算 经过15个营业日 假如金管会都没有反对意见 那就是过关 然后他 就代表已经核准了 对 所以那个日期会落在9月16号 那我们刚才讲 你要在临时股东会有投票权 要在10月9号的前一个月 9月9号前 那这样来不及了 所以中信金就算吃了51%股权 他在10月9号是没办法投票 去影响决定的 当然中信金很清楚 但是他不怕 为什么呢 他压根也没有想在股东临时会 去靠反对票来影响 这一次的新鲜病 他有更长远的谋算在后面 第二个情境更重要 这个情境就是 他如果吃了新光金10%到51%股权 那假设新鲜金就合并了 合并之后 中信金顺势成为 新成立的新鲜金的大股东 他的股权最多可以来到23% 所以到时候 他直接透过董监事改选 掌握过半的董事会的席次之后 我整个推翻掉重来 变成说 你新鲜金病了没关系 接下来我中信金仪 还是得听我的 大股东的身份影响董事会 我直接一加一把 这个合并后的新鲜金 直接吃下来了 我不仅要新光金 我连台新鲜都要拿下来 这个才是我认为 他背后真正的深谋远虑 所以大家说这个背后 是有高人质点 不过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新光金的部分 他曾经是这个 唯一亏损的金控 大家都觉得不看好 不过现在被两家体质 这么好的金控同时都看上了 同时都要取他 所以现在已经身价不凡了 在今天开盘一个小时 他就爆出了近百万张的大量 那么股价也是出现了上扬的情况 不过我们要请教微良 现在是不是也让其他 好像原本体质 没有那么好的这些金融股 现在也看到了机会 先简单谈一下股价操作部分 那当然今天新光金 又创历史天亮 那我认为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卡位的人 其实现在有赚到价差 不论是5% 10%胜货有赚到 十几%的你可以先走一趟了 不用等公开收购 因为那个其实等待的时间 也是一种无形成本 你觉得这个题材 已经反映完毕了吗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今天爆大量 表示有人买 但是也有很多人卖出 我干脆就先获利了结 上个礼拜买低的人 甚至周五找盘买人 到今天他也赚十几% 我就不用等收购了 那将来这两档 就台新金跟新冠金的联动程度 应该会拉高 因为看起来目前市场的反应 就是应该认为这个局会成 所以他们会连在一起走 因为有换股比例 那中信呢 中信金是比较 吸引存股主想要慢慢买 要逢低减便宜的 那我就觉得 因为最近外资用钱在投票 外资认为短线会自伤 先受损 可是长期来讲 这合并的威力 真的是不容小觑 所以我觉得长线看好 但是要减便宜的话 等他慢慢打底或外资卖要告一个段落 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些 相对比较便宜的金融股 可能也有战略价值 不管是独立的银行 或者说像券商里面 前十到现在 最有可能被病的对象是群育症 那金控里面大概只剩下一个 比较属于价廉物美 就国票金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好 刚会让大家我们看到 是在这个金控三角链 在今天依旧是 大家所追逐的一个重点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 在美国的部分 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 就是到底接下来联准会的动作如何 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在这个Jackson Hall年会的时候 终于是松口 我们要请教冯总监 他终于说这个降息的时间点 已经到了 不过投资公司 BCA却是没有那么看好 他认为说就算今年 你降息三次都救不了美国的经济 我想上个礼拜五 大家都很注重在 所谓的全球央行年会 看看鲍尔怎么降 但是鲍尔其实全场 我觉得都是大家帮他解读 我看了全文 里面都没有讲到是降息 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The time has come for policy to adjust 他就说这个时间点 是他们要考虑政策调整的时候 并没有讲到降息 但大家想到就是说 你过去都一直在暴力升息 现在是维持不变 但是你要调整 那就是往下降 就是降息了 所以大家是这么样的一个解读 不过素有联准会传声筒之称的 提米罗斯 他在会后其实就有讲 包里眼说凸显了 他怎么样 全面转割 这是蛮难得的 因为其实两年前 他在全球央行年会的时候 还讲什么 我即使牺牲这个经济 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也要抗通膨 但这一次的话 真的是全面转割 只不过他还是很仰赖 所谓的经济数据 就是我们提到的两个最重要的 那就是通膨跟就业的一个状况 而且包尔其实没有讲到说渐进 因为大家原本认为就是说 如果9月份会降息的话 11月再降一次 12月再降一次 全年大概就是降三次 三码 但是没有讲到说渐进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降息 两码的这个几率 所以在9月就是一次先降两码 因为这个大家也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降息好像是很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现在市场上面 着重的焦点 反而不是在要不要降息 而是说到底要降几码 因为这个跟美国所谓的经济 有没有陷入衰退 还是所谓的软着陆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我们根据最新的一个Fatwatch的 9月的预估来看的话 你看降息一码的几率 大概是62% 降息两码大概有到39% 其实原本上个星期我在看的时候 这个降一码的几率 大概有75% 这个降两码只有25% 等于说现在认为 降两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 到底会不会造成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说 美国的经济数据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理想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BCA Research 他们认为就是说 他们讲的我觉得是 目前市场上最悲观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说 即使联准会今年降息三次的话 也不足以引导市场摆脱衰退 也就是认为 他认定说 美国的经济是衰退定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坚决的认为 这么不看好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7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我们看一下 7月份的非农数据的部分 大幅度的一个降低 连这个所谓的失业率的部分 都上升到4.3% 市场上那个时候 其实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轰动 美股也重挫 台股也重挫千点 大家就一直在讨论就是说 美国的失业率到4.3% 应该已经有触动到 所谓的萨姆规则 也就是最近这三个月的 平均的失业率 已经超过去年 一整年的状况 超过0.5%以上 这个状况就让大家 非常的一个恐慌 认为就是说 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 另外来讲 初领失业救济金的部分 有两派解读 虽然比上个月 比上个礼拜增加了 所谓4000人 但是有的人认为就是说 你增加的就是不好 另外一派人认为什么 其实增加的幅度不如预期 反而往好的角度去解析它 另外我认为就是说 美国的经济会倾向于 软着陆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说 硬着陆跟软着陆最大的区隔 在于说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定义是 美国的经济在未来10个季度里面 年成长曾经出现过 一次衰退的话 那么这有可能是所谓的硬着陆 但是我们看过去 美国最近的经济成长率来看 还是很强劲 对 以上一季来讲更强劲 对 第二季的一个整个经济成长率的话 继成长还有超过2.8%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好 我们要看未来10个季度 但是以目前这个趋势线上面来看 并没有持续性往下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说 软着陆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另外来讲 美国的7月零售销售 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的经济很重要的一点 是来自于所谓的消费的部分 可是我们看 7月的零售销售 创下了一年半以来 最大的单月增幅 这个其实是蛮振奋人心的 因为如果零售销售的数据 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这对美国的经济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也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朝向 软着陆的机会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 好 不过我们说到 不管是影响美国经济 或者是美国 接下来这个重点就是在 到底谁会当选美国总统 我们现在在先前 这个马斯克 他曾经跟川普说 那么他希望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所以当时川普是有答应他说 如果说我当选美国总统 我就要你入阁 但是他现在马上这个改口了 他说怕这个马斯克会忙不过来 不过反观这个独立参选人 小罗伯甘乃迪的部分 他现在转而支持川普 川普反而愿意给他个一官半职 对 那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马斯克的部分 我觉得他可能吃到了 这个川普很大的软钉子 其实之前川普才在讲说 这个马斯克这个年轻人 非常才华洋溢 非常的有想法 等到我张总统了之后 我会延揽他入阁 结果没想到马斯克 就在他的X平台上面 用一张AI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帅的西装鼻挺 虽然他现在身材已经走样 这个西装鼻挺 而且站在讲台上 讲什么 我很愿意为美国总统服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川普讲说马斯克 可能没有办法过来了 因为他形成繁满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对 我很愿意让他进来入阁 可是我不知道说 他如何能够维持 他正在做的事情 他忙不过来 对 又要经营企业 又这么多公司 特斯拉 SpaceX 那你都忙 可能还有时间来帮我的内阁 做事吗 讲到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 就让人家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没有诚意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随着选战的一个升温 贺锦丽跟川普的一个政策 分歧越来越大 我觉得现在企业界 非常的一个紧张 而且现在企业界不知道说 到底要支持哪一个 是因为说 现在在税率 关税跟企业定价的相关问题 其实让大家就是 非常的一个伤脑筋 最主要是因为说 以企业角度来看的话 川普是主张企业要降税的 然后降税的话 其实是对企业 是不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状况 那民主党的一个部分 是要加税的 其实对企业来讲 反而是不好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有点这个劫富济贫的味道 那现在要赢的话怎么办 过去民主党比较会用 所谓的这个刚刚斐鱼所讲的 劫富济贫的一个方式 他们现在不讲了 他们不讲分配 讲什么 机会经济 叫什么 opportunity economy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 发现非常好用 因为它可能可以很灵活的 涵盖到他们所有的一个政策 而且不需要讲到太多 所谓的分配 因为过去来讲 民主党他爱讲说分配 公平这件事情 那共和党 这个川普让人家讨厌 可是他为什么有票 因为他什么 倡导英雄主义自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这种机会经济 可以提供家长购物者的津贴 禁止烘台物价等等 所以这个政策 他们发现来讲 算是非常好用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小萝卜甘乃迪的部分 转而支持这个川普 大家知道小萝卜甘乃迪 其实原本是民主党的 在外竞选的 但是一度 他民调也是蛮高 曾经有高达将近20% 但是后来当然来讲的话 就是没有出现 那没有出现 他就结果没有 去支持谁 怎么去支持共和党 这个状况是非常的一个 很让人家觉得很惊讶的事情 那当然现在血情胶着 我觉得这几个在 所谓的宾州 这个Arizona 还有明尼苏达 Michigan 这一些 其实今年的总统大选选票 大概就是538张左右 你要赢的话 都要拿到270张 那么根据我今天看 最新的一个民调的显示 川普大概选举人票 因为他们不是普选的 所以你刚刚看民调不太准 川普大概是218张选票 那么贺锦丽差不多210张左右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接近 在这7个摇摆州就差了多少 这7个摇摆州决定了115张票 所以一定要避免 像上次希拉蕊对决川普的情况 那这小萝卜甘海底 他去支持川普 到底有没有影响力 我觉得其实不高 因为第一个来讲就是说 他本身民调是越走越低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家族也不支持他 因为全家族都谴责他 而且直接讲他什么 我们讲的那种不会good 而且其实他本身的身份 就是遇刺的甘海底总统 其实也只是他的伯父 所以他政治光环来讲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刚刚冯总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 总统大选目前的最新的情况 不过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在9月的降息 几乎是已经板上钉钉了 市场认为在今年很有可能会降 三次一次在9月份 接下来11 12月 也可能会各降一码 我们要请教郑教授 接下来如果说这个降息的话 在今年还会降三次的话 那么有没有可能迎来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股债双涨 我认为股债双涨是必然的 明年的话应该台股的话 跟债券的话都是一个多头市场 明年还是走多头 现在的话美国到底要不要降息 它是井上天花而已 我们讲到直立倒挂 十年起工再直立 跟两年起工再直立 以目前两年起工再直立 大概3.9以下 这个是3.8以下 现在还直立倒挂 过去我们讲到直立倒挂的话 一定经济衰退 但这一次倒挂很久 对 所以以目前来讲 这些为什么过去的经济指标 大家发明出来的 来看说经济是不是会衰退的 这个指标都没有用 好像不适用 为什么不适用 很简单 就是美国实施QE之后 那全世界的话 市值以目前还有7.4兆的美金 那透过货币层数的话 这个钱是 我就给你说 钱跟天花板 所以现在的话 只是井上天花 那当然如果这段期间 如果你看到两年起工再直立的话 它往下跌的幅度 比十年起来讲的大的话 那九月份就有机会降量 为什么 因为十年两年起工再直立 跟联邦基金的立力是亦步亦去 所以我们就好好去观察它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看到新台币最近的话 是相对是强势 对 那这个当然我一直在讲说 台股如果要走一波真正的 一个行情的话 应该就是第一个台币要升值 那以目前台币升值 台币的走势很重要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以目前台股 股值是一定要站上季线 季线往上仰 那这个一定要透过谁的方法 透过台育店跟鸿海的方法 比较容易 但是鸿海跟台育店等这些个股 前置股的话 现在是变成外资的人质 为什么人质呢 因为以目前外资在企与里面的话 大概还有三万七千多口的空单 那如果他没有把这些人质的话 硬硬好的话 那只要这些涨上来的话 外资可能在企与里面又会亏了钱 所以以目前就是三角关系非常复杂 那这个会慢慢的 应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到九月中旬 或十月初的话 我个人认为整个这种纠缺的话 应该就会慢慢的拟清 那台股就开始股跟债会走一波行情 所以教授觉得在今年的下半年 包括在明年都是走多头行情 外资净空单的这个部分 所带来的引用 你觉得接下来就会解决 对 为什么我这么讲 为什么台育店非常有机会 因为台育你要知道 随便的话 在2025年的话 在比利时的所谓特用化学 开始不能量产 那他开始不能量产的话 现在关系到过去 我们七奈米 五奈米 必须要用这些所谓的 半导体清洗剂的话 可能三星 五奈米 七奈米 都可能没办法做 那三奈米根本不用讲了 三奈米的话 用11元的特用化学 可能也做不出来 那以目前来讲 台湾就是台育店过去 请了我们国内有三家化工公司 理念的去做所谓的半导体清洗剂 那这个半导体清洗剂 最后的话只有新英才做成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所有的特用化学 UV DUV 它是规格最高 毛利最高 第三个就是半导体清洗剂 所以在11元的话 到2025年的话 他开始不生产的状况之下 那问题来了 三星可能没有办法 我刚才讲到 五奈米 七奈米 都没有办法做 那Intel呢 Intel还好 他就从比就是 11元的话 在美国有做一条产线 专门给Intel做 但是这个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会污染 所以美国会跟他罚款 那Intel一直补充 那Intel最大问题 积极电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台积电明年的涨价 会比我们现在思考的 弧度会更大 那弧度会更大的状况之下 我为什么讲说 明年还是一个多头 因为今年到第四季的话 大家会比较高兴一点 未来一路进展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一万八千 一万九千 一直到两万四千 四百点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的话 就是做L4 台积电广达 联华科 红海带动的 有的人没有台积电 红海比较少的人 就不是很高兴 但是你看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柜台指数 相对是强势的 是 对 那所以中小型应该会带动 那所以我们过去都 这段期间很多人 在看到台股的时候 都往往会讲说 要打第二只脚 那是过去的经验 但是如果我们 类推这一段期间 很多人不敢买 都觉得还会再拉回 打第二只脚 认为说打第二只脚的时候 再来买 为什么 环境制造情境 情境制造恐慌 那你看 你这次切过 对吧 你这次看就跪不 不是 都是跪不怕死人 人怕死人 所以你看 我们从2020年 那个COVID-19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这边爆大量 爆大量之后 是不是量收 对 为什么要量收 我刚才讲到 大家 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你本来是买 这档股票的人 赚到钱 对不对 你觉得很厉害 台湾 抱歉 你就去买米股 你的换股 一直换的话 成交量是不是会大 那现在的话 你一般来讲 我买股票要赚到钱 会怎么样 会就是卖掉 赚一点点 就换股 但是如果被赚到的话 就在那边祈祷 我只要回到我原来买的价格 就好了 我要的不多 但是你要的就很多 因为你买错了股 那所以你从这个 我们要看到这个 再加上你过去 我们从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九 得到一万两千六百八十 这段期间 同样的 它也是一个危险环转 那所以这一次的话 也是危险环转 所以整体来讲 所以到了我们下半年 也就是第四季来讲 我想投资人都会很高兴 只要 我说讲到六十岁了 只要能呼呼吸 就全部都赢了 那你只要在股票市场 你只要能够 还存在的话 你就有机会 那我认为 第四季就是你的机会 那第四季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中小型的个股 有机会的话 但是也要请教教授 到底怎么选股 大家知道这个降企之后 也是对科技股有利 那么之后在选股 有哪一些这个方向可以参考 我看你旁边有两道光 我实在讲 一个是观圣地间 要采生你的光 一个是我们的 天使的光 那这两道光的话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是未来 它的益值是大爆发的 如果没有EPS的话 很多 没有EPS做支撑 做基本变的话 它往往涨上去之后 跌下来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涨上去 可能要等了好几年 好几年 但是我们现在是看未来 它的益值会不错 或是它的毛利率会提高的 那我个人认为 以这一段时间iPhone16是不是又要出来的 镜头 但是大家觉得今年不会有换机草 你看今天不是那个黑猴子悟空 它这一段时间不是只有短短的一周 是不是卖了一千套 那这个会MV的话 因为比较高的会换机草 学校现在是不是开谁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亚光 那亚光的话最主要是什么 一般来讲 我们镜头最主要用的就是 车用镜头 跟手机 那你看 车用镜头的话 过去的话出后大概五十万 五十万颗 那到年底 他会成长到五百五十万 所以成长一百一十 对 那再来的话 3D雷射光打产品出后会增加 重点是人型集系人 现在说到 那个人型集系人就是他 那重点还有瞄准器 现在是不是地眼政治风险 非常危险 所以这一檔个股 我上次来讲的时候 他涨了一波 那彩点被人家抓去关 所以他这一段时间的话 为了不抓去关 他必须在这一段时间 那个充当充不能太多 再来的话 另一道光就是先进光 那先进光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营收创了一百五十四个月的新高 应该有机会继续创新高 那这个先进光就厉害了 那以你看 先进光的话 第三季iPad正式量产 一季的话 贡献光学镜头 成长百分之一百一十 那再来指引辨识 联想HP 所以我们看到 7月份他的一级是创历史新高 这个会再创新高 这个会创新高 这个创新高 所以先进光亚光 他其实成长幅度 都是翻倍以上的成长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他应该有机会 营收一直创新高 那再来的话东科KY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亚光跟东科KY 人家跌了四千七百点 他的技术面来讲 他还是站上基线 基线往上扬 所以整体来讲 你看看他的营收 也是一样大幅度成长 最重要是什么 三立三升 而且你看到我们这个变版 将来会一来一爆 一来一爆 就要三霸 那个影响才会好 所以整体来讲 他上半年 初一后赚了六块钱 下半年我们一估 这个参考 他可能赚九块钱 那十五块 OK 那如果以目前本益比不到十倍 所以后续这三档股票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一定 我下一次来上这个节目都大涨 所以这个瓶盖股还是可以留意的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这个没有换基层 刚刚是教授 但我们看到是在九月份 如果降起之后的一个选股参考的一个方向 不过我们再来关注 这是运动产业了 这个Nike在先前也有提过 他的业绩出现了衰退 所以今年以来 其实股价跌幅 已经达到了两成以上 反观是日本的老牌子 亚瑟士真的是强势回归 我们要请教韦志哥 他的业绩连续两年创高 现在又是重新夺回了 跑鞋之王的一个宝座 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来看一下 这个亚瑟士 他是在1949年 有这个鬼种喜巴掌先生 他成立的 那么在我们今天看他股价是 2598块日元 他在去年这个时候是1266块 你看这曲线很漂亮 这个学历也很漂亮 去年这个时候现在比较起来 大概涨了112块 原因是为什么 你注意看他连续两年都在 上半年度统计结果 都成长了70% 以我们最近来讲 Nike竟然在上个月6月一查 竟然跌了20% 结果没想到亚瑟士 亚瑟在上半年1到6月份的营收 来到3421日元 营收的收入净利 探口比较高 不得了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香根翼转赛事 香根翼转是日本找10个大学生 从东京的大手丁 到香根的竹枝湖 做什么 217.1公里 10个人跑 一个人跑21等于半码 我们的全码是42.195 结果在亚瑟士公司一查出发现 竟然没有一双 一双都没有 没有我们家的慢跑鞋 都是Nike的 而且Nike很流行厚底鞋 做得不错 哪里都没我的鞋子 所以社长 康田先生说 这还得了 我们是日本的大品牌 怎么都没有 而且就开始研发 研发之后 在今年的香根翼转赛事 竟然发现 亚瑟士已经来到将近快 1 4分之1的 24.8 短短4年 Nike反而降到4成多 他本来95 95降到40% 你看这个差多少 这两样寢 人家怎么认真的 因为他 亚瑟士他现在不是只有在 专门的运动 给上班族 我不是讲吗 脚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 所以他就在脚背跟脚底中间 放那个Sensor 那个Sensor要20克 这在我们鞋底后面 他做什么动作 他这个叫Won Walk Off 这个做法就是 你跑步的数量 跑步的速度 还有你跑步的幅度 还有你的角度 还有你脚跟地面接触的那个时间点 他把它做一个Sensor的一个Data mining 他就可以了解这个使用者的数据 这样就可以量身定做 比如说你的对吧 青春的妖嬌的身体 跟这些乌尼装也不一样 所以你穿的鞋子 跟你的女儿跟你的儿子穿鞋 绝对不一样 所以他就用Sensor把你做调整了 他也不是在运动方面 他时尚圈 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血液 或那个Black Pink Black Pink 我们这个欧尼装 中年到时候睡得不慢 我们肉睡得不慢 肥油而已 其他 其他我也不慢 这些年轻人他们引领时尚 这些鞋子 他们找欧洲北欧的设计师 找欧洲的时尚的人 去做品牌设计 所以那个鞋子搭配他们的服装 我不是穿布的 不是在找身体健康 我可以走到上流社会 也可以去穿时尚风 这些明星引领之下 就会让这个亚瑟士 他从健康 休闲 专业 跑步的 一直到所有的total solution 他全部提供了 我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一个品牌 品牌一个提升之后 我们叫品牌效应 所以那品牌 现在我们从股价就看得出来 另外最近这几年 我们台湾也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既然这个运动 有一种科技分析 叫大数据分析 我们台湾有新创公司 在这几年做一个 记住今年开始 我们的总统叫赖清德 他们把这个长照做长照3.0 我就发现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去 我也是顾问节的角色 去看有些阿公阿嬷 在医院顾阿公阿嬷在医院 顾了大概两种人 大部分是女儿 第一个就是玛丽亚 不然就是阿弟 不然就是阿慧 很少是媳妇 所以说为什么你知道吗 在顾久了之后 医生讲说在卧床之后 会有一个叫肌肉肌少症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我们要结合医疗 因为我们过去就这样 健身房这几年有流行 但是有一点点退了 干脆这样子我们把被动化主动 他们就说我们用派遣 派遣团队 派遣健身教练到你家去 帮你做健身 所以我们要请健身教练 我不一定要自己本人到健身房去 他会可以来家里 到你家里 这个你就高兴了吧 等于就会比较 你还可以挑人 这个有个最大好处是说 他让你先做一个月的适应 然后这里有讲癌症 中风 帕金森的患者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测试看看 那个真的不看得下 那个臥病只要一个礼拜 你的肌肉就会肌肉 就开始伸展 就没起来 胸胸了 所以这个做法 结合运动的包括 这个所谓的后破端的 他算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就是比较瞄准的是 可能是后会听说 他们希望有上千个运动教练 上千家的这种健身房的被动 主动到你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级也很棒 让我们全民的健康会更好 好 我们今天请教这个庭浩 在礼拜三盘后就要公布的 这个灰达最新的财报 大家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不过从昨天美国股市 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稻穷部分是在创高 为什么废半还是大跌 没错 基本上可以观察到 现在内部资金 有非常明显的轮动迹象 而且其实虽然稻穷创高 但是全球股市 其实都在亮说 台股也在亮说 美股也在亮说 为什么 因为本轮AI的领头羊 辉达即将在周三盘后 公布财报 市场上就近代 最后一支重量科技股 到底对于第四季的 财测展望为何 前面三季老实说 都已经算是蛮清楚 接下来的营运情况 那重点在于 AI产品能不能在第一世纪 引起更进一步的带货潮 也要同时看 i16到处的表现 现在之处也会有一些疑虑 导致费半或者说科技股 卖压相对沉重的 从昨天7月份的 耐久财订单就看得出来 月整率虽然9.9% 比市场预期来得高 可是如果你把国防订单 给剔除或者把飞机 那种重大航空类剔除的话 反而是月减0.1%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现在的 耐久财订单 重大投资似乎就是国防 或者说民间航空的消费需求 在支撑的 但是真实内部中小型企业 到底有没有更多的 耐久财订单的需求 看起来稍微有点沉起了 所以这导致了我们看到 对冲基金针对科技股的卖压 从今年6月7月 就开始有所显著的回补 甚至在今年 我们看到8月份那波大跌以后 虽然它立即做了一些小幅回补 可是最近两中又开始转为卖潮 那资金掉到哪里去了呢 全部掉动到稻穷 或者船产型防御型的股票 而耐久财订单 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 接下来这些AI软体股 后续的资本支出 这个是值得留意的 为什么 那这说明只有我上游端 自己在做基础建设 可是下游端看起来 一点动作都没有 我觉得我对于上游端 AI未来的想象空间 都已经这么完美了 结果看起来 你也不打算背货AI手机 你也不打算背货AIPC 就下游还是静悄悄的吗 这个时候稍微就会有一点紧张 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察要点 可是由于总的来说 你看到月增率还是成长9.9% 就说明第一 消费至少没有特别差 那第二 今年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力的干预 那就是我们看到 政府部门国防订单 其实你也观察到 最近就业数据 如果是以国防 或者我们讲的 政府单位的职位空缺数 还在不断提升当中 这就说明着 在美国大选的总统选举年 你要看到执政党 在经济数据上 有严重重挫的影响 老实说几乎看不到 所以如果是以GDP来做预测 大家看 基本上按照高盛的预估图 今年三四季度 预估年增幅大概在2.6% 明年一二季度 会稍微下滑到2.1 三四季度预估在2.2% 换句话说 即便我们都很清楚 从8月份的下休 市场是有一股衰退的声浪 可是现在的主基调 仍然是乱着陆 尤其在鲍尔全球央行 年会的谈话之后 更为确认 有些人说 可是你看今年基期 二三四季度是2.6到2.8 明年就下滑了 股价不一定要反映到衰退 当是你的年增递减 就可以反映股价的修正 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理解 一件事情 即便到2.1 2.2 它仍然远远优于过去 美国经济长期的上显水平 我们举例来说 在1950年到1970年 当时美国GDP的年化成长率 大概是4.3% 1970年到1980年 是3.2% 到1980年到07年 我们看到大概是3.1% 08年以后到现在平均 每年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就是1.7 1.8 明年都还保值在2% 它还是高于均值的 代表消费衰退的幅度 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快 但是由于市场上 对冲基金所产生的一些动作 至少我们可以观察到 现在经济数据就是各自解读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确定性 你就好好告诉我 到底经济会不会衰退 经济衰退我也不代表 会把所有持商卖光 但是我会让它 回到合理的本益比 合理的股价 所以接下来 基本就完全看 灰达在接下来 第三季以及第四季的 猜测方向 也就是说灰达 它会佐证今年第四季 它的开头段 也会让大家了解说 下半年的终端复苏 到底会不会产生 好 所以这个灰达财报 是在周三盘后要公布 那么市场目前 是高度的期待的 不过对于除了财报之外 大家对于灰达 对于接下来的展望 也就是在财测的部分 其实也是影响洞见观瞻 不过我们说到 刚停号也有提到 台股在量能的部分 其实是有激动的情况 是来到七个月的一个新低 这一间特别是国发会 公布了最新的景气灯号 这些我们不是才说 亮了红灯吗 怎么今天就立刻 转为黄红灯 对 现在是35分 相对于前一个月 大概减少了三分 其中有两分的递减 主要是由于海关出口值的 下滑所导致的 另外有一分 是属于工业生产产出 减少了一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 你会发现 到底从红灯 进入到黄红灯的区间 是不是意味着 本轮的紧急循环 来到尽头结束 而且拐点已经出现了 我认为不一定的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七月份 有一个气候变迁 就跟七月份 当时的飞农救援数据 是一样的 那就是台风天 台风天导致 台湾非常多的出货产品 它产生地盐效果 同时间我们看到 像是零售业 批发业 两天突然全台不开张 你当然可以了解 它对于实体经济 肯定会有一点冲击 所以最好把 接下来整个三季度 做一个统整观看趋势以后 再行判断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过往的经验 你像是以2020年 2021年 当时来看的话 的确是红灯高级 红灯在高位 持续顿化好几颗 当时红灯的十颗 一直到进入黄红灯以后 股价开始进入到 超级修正 所以很多人很担心 但事实上我们也经历过 什么样的事情 像是04年 当时的扩增循环 是红灯又黄红灯 又红灯又黄红灯 也就是在高档顿化的同时 有时候会由于 景气指标产生一些失增 所以导致在红灯 和黄红灯当中 持续的顿化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要怎么来预判说 出口值不会进一步恶化呢 我们要怎么知道 接下来八月 九月 十月 出口值不会一路下滑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 我们针对出口值的判断 它是从年增角度判断 今年的七月 跟去年七月比 但事实上 从景气灯号来看 它应该更能够贴切的 应该是跟上个月 或者看它的绝对金额 到底有没有越赚越多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台湾的出口值 在今年七月份 是高达三百九十九亿 你看年增值剩下三点一 你看之前曾经来到两成多 所以人家说 这是递减的 可是你仔细观察 它的金额 基本上跟六月份 赚的金额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三百九十九亿 而且远远由于 今年年初的表现 那事实上 它更为领先指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最近 足迹处其实也适度 下滑了 下调了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原因就是因为GDP当中 有一个部门是出口减进口 那由于进口的大幅飙升 它就会抑制到这个指标 反而开始缩小 而我们看到 进口额还在持续扩大当中 仍然有双位数字的成长 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 就是我进口这么多 导致了GDP或者景气指标 稍微有点下修 那我进口这么多要干嘛呢 不就是为了未来的出口吗 台湾是制造业经济体 它本来就需要大笔的进口 所以进口对于出口来讲 它反而更是领先指标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出口 表现不好的话 这只是因为台风天的影响 对 第一个是因为台风天 那第二个是因为短期 我们的确在景气扩张的格局当中 还在期待 接下来终端商品的复苏为何 所以有些的确品牌商 它下单量没有这么明显 可是从绝对金额来看 基本就是比六月份还要来得好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 如果台湾的景气指标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近期的卖压感觉开始有所涌现 市场感觉好像外资回补意愿不高 而且内资也有点异性阑珊 量人一直在说 其中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北股市 今年已经涨太多了 涨到外资它回补意愿 其实没这么高了 我们举例来说 今年全球股市在二十四年的总回报 前几名大多数都是反应通膨 或者新市场经济体 像是阿根廷股市涨了两成二 例如股市涨了两成一 马来西亚涨了两成 第三名就是美国的SPY 标普牌指数涨幅有一成九 台北股市今年涨幅就一成八 就仅次于美国股市 你要想看 有这么多新兴市场股市 日股澳洲股市 新加坡股市 泰国股市 全部都落后给台北股市 所以主要股市的话 我们真的是仅次于美国标普 对 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位阶的确非常高 我们以台股跟韩股来做对比 就可以理解了 台北股市当前本益比 大概在二十一倍左右 韩国股市多少 十二倍 那同样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 那你说外资要有回补的诱因 那台北股市推得这么高 就没有回补诱因 会觉得买台股太贵了 举例来说 按照国际资金的累积 买超的近战比 我们看到的深蓝色就是台湾 台湾和韩国 当时在二一年到二二年 都受到外资的系统性卖压 可是从二三年 二四年以后 台股的卖压就持续 但韩国股市的卖压 反而因此开始减轻 那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由于 激起效果所产生的变化 那最终他会导致什么结果 最终就导致了台北股市 由于内资 已经把那个位阶推太高了 导致外资找不到一个 好的借口来做布局 好不容易等到八月份 开始进行了千点的回档 他布局了一些 可是现在内资突然缩手了 不愿意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融资被洗了一遍 所以导致 现在今年投信买卖超 也就是内资的买超 买了六千亿 外资卖了多少 外资卖了三千五百亿 自营商大概也卖了一千亿左右 所以现在内资在经营的买超 仍然大于外资和自营商 所以造成股市推到这样的一个位阶 那我们讲说台北股市 长期推升的主力 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们讲的出口值了 你出口值一直进来 外汇收益一直进来 就形成了投信 长期的定期定额的买超 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确定 如果接下来警戒还在上巡 出口仍然不会大幅减弱 就代表我们有更多的钱 可以买自家的台股 换句话说 我们也不期待外资说 一定要马上回股 还是要看内资 要不要继续买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期待 外资要立即回股 外资只要不卖 你光是按照出口的上行 内资就会一步一步的 台北股市往两万市来做推进 刚刚天好带我们看到 当然在今天最新公布的这个景气 灯号是从红灯转为黄红灯 这个出口表现会让大家比较疑虑的 不过在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去看 终端产品的这个需求 到底有没有办法再提升上来 说到终端产品 刚除了大家提到这个灰达 能不能够一人就全村之外 我们要请诚验到我们看 现在这款游戏 竟然靠着悟空一只猴子 可以救整个PC产业 对 整个显卡 还有板卡相关的个股 好像高了 今天就直接往上冲了 你看像清云直接拉到涨停 华硕成绩了很久既然也创高了 包括立台的股价也上来 其实都是因为这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就爆红了 然后全世界都在关注 黑神话悟空 连灰达 灰达是何等人物 他也来趁热度 搞了一个饥饿行销 他在他的官网上面写什么 旅行天命 悟空就是天命 因为他里面有个角色叫天命人 陈彦有玩吗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还没买到游戏 因为他官网说 只要我买了他的RTX40系列 他就送我游戏 对不对 就我就说我一定要买 可是官网上面就一直写 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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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 整个受到黑神话悟空的 游戏销售的影响 包括挥达的显卡 不管是基本款还是高级款 尤其是这个4080 4090 这是高端显卡 这是高端显卡 大家一直在下单 为什么 他里面的光追 里面的这些动作 实际上如果你要玩起来过瘾 要流畅的话 你显卡一定要等级要好 要不然你买这个游戏 对不对 那有什么意义 你电脑里面不能只有显卡 你还有CPU 大家突然发现说 Intel怎么办 大家开始去 因为他的晶片有问题 Intel的晶片出问题了 什么闪盘 对不对 你总不能玩游戏 玩到我悟空的棒子 正要挥下去的时候 我悟空怎么不动了 因为档机 那Intel不行 那我找他对手买 他就大家都去买AMD的CPU 买超微的 连这一块也冲起来了 他之前推7800X3D的晶片 现在短时间涨价 不是AMD自己要涨价 市场的需求直接推动 2300飙到3000 因为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那现在大家就在讨论 讨论Intel你 他说你这13 14这个 有稳定性的问题 你要降频才不会散荡 那我问你 那我降频我怎么玩游戏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大家会觉得说 有这么夸张吗 你黑神话悟空 不就是中国大陆做的游戏吗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不得了 现在连美国人也玩悟空 玩到什么程度 你看我的同事刚刚告诉我 他明天要请病假 为什么 因为为了玩游戏 而且他还说服他 他同事还说服他说 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我有看他们的对话 超精彩的 就直接这样对话 就说我明天要请病假 那你要干嘛 你生病了 不是 我要玩游戏 我建议你也这么做 然后另外有一个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 一堆医院的照片 为什么 因为请假要用 还有人说 你有没有检验那个COVID 以前那个叫什么 检测的那个 检测 看有没有这个疫情 然后他说 我阳性 突然之间他很想要做检测反应 他们都说中了悟空的毒 然后有一个老板直接崩溃 网友写 他直接 我看那个对话很好笑 他说我们老板崩溃了 他说怎么了 因为有十个初级安全员请假 直接请 四个请假 十个四个请假 十个人面就有四个人请假 最好笑的是 发文那个说我也请 包括他自己都请假 就是为了要玩悟空 然后不只这样 他们现在开始疯狂的 在网络上买什么 买西游记 因为你要玩游戏你要懂 可是诚艳美国人 他们可以了解 因为里面毕竟还有很多中国元素 他们看得懂听得懂 所以他们现在就想办法 去买西游记回来 因为你光这样玩游戏 你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对 所以西游记热卖 而且网友现在都还打卡 IG在X上面打卡说 你看我买到了 我买到了什么之类的 但很有趣 这一次有个现象级的变化 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讲 比如说悟空 孙悟空是一只猴子 应该翻什么 可能叫Monkey King之类的 好像King of Monkeys之类的 对不对 或者是伸缩棒 或者是龙 我们一般都叫Dragon Dragon 可是他这一次怎么翻译 悟空 你知道我甚至看到有一个人 他就直接用音译这样子翻过来 甚至有一个人在发文的时候 他在悟空后面写ED ED 什么意思 他变悟空了 你懂我意思吗 太好笑了 然后不然你金箍棒 他就叫金箍棒 他直接这样翻 然后龙他也不再用Dragon 他用Long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一股风潮 其实串起来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快 但纯美国人在玩 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 陈彦北韩的民众也在玩 当然我们讲美国 你讲北韩这个我等一下 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可能 但我们先来看目前的状况 美国新加坡泰国家人大巴西 意大利 12国是霸榜 就第一名 好厉害 这个销售数字 其实有机会千万 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最新的预估 可能会冲到两千万份 两千万份 两千万份 所以现在收入很高 26亿的民币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就有 游戏就有分 一般来讲游戏就会有 什么标准版 豪华版 对不对 一般的如果有玩游戏 大概知道 它可能盒装会稍微有些不同 或是盒子好一点 让你有些收藏 大家现在还分实体豪华版 还有跟收藏版 什么意思 它有这一个 戴在头上这个叫什么 紧箍咒 然后它捏捏捏头会痛这个 然后还有整个模型的一个收藏 所以这个是很珍贵 可以卖到 光这个收藏版卖到 将近两千块人民币 将近两千块人民币 我相信这个未来还会涨价 因为其实收藏版的 已经开始溢价了 你看三千七四千 已经大家开始 就说我也想要 我买不到 那当然这当中 大家也开始趁热度 也开始去思考说 因为你 我们讲动画 就是说你这个游戏 其实是一个动画的概念 那你怎么去捕捉那些动作 你怎么做到那些动作 你是用演算法去做的吗 不是 一定要有真身 这一位叫英凯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 然后每个月 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去拍那些动作 所以由这个真身 去做出那些动作 对 就是像猴子的动作 像猴子的这些动作 但他是真的学武术 而且他很会猴棍 就是他会真的去做这些动作 所以他随着在这四年当中 这个也很不容易 花四年的时间 而且重点是他不只演 所以他们在四年前 就已经在用这款游戏了 没有 他就一直在累积 做这些事情 就开始在筹备 那包括二郎神的表情 是王国豪杰 比如说眼睛要睁大什么 但网友说怎么看起来有点奸诈 但我跟你讲 你刚才讲北韩对不对 这个都是世界各国 到处有人在玩那个 上线在玩那个游戏 然后你注意看北韩只有一个 北韩只有一个 谁 谁敢玩 谁敢玩 而且他一定要赢 你到时候要注意 万一他输的话 看对手会不会被他轰炸 开玩笑 这个就是想也知道金正恩很好 对不对 但是他自己玩 还是叫人家带玩不知道 但我一定是他 不然谁还能玩游戏 所以太风靡了真的 刚程燕在我们看到 悟空真的是掀起了旋风 而且PG族群真的已经很久 没有遇到这么夯的一个题材了 刚程燕也特别提到 为什么大家会去买这些高阶的显卡 就是你的画面 这么好玩的游戏 你一定要画面是很流畅的 才做得到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请教印亮 这个显卡的相关的族群 还有一些相关的个股 其实都也因为悟空效应 被整个带动起来 对 其实整个显卡族群 大家可以知道今年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低迷 在这个款游戏之前 大家看到显卡都觉得说要挖矿 挖矿来讲 现在比特币越来越难挖了 所以这个行业 现在遇到悟空 真的是久汉逢甘霖 这个现象大家讨论说 到底是短期的 还是中长期的一个转好的现象 我个人认为 短期它一定有这个激励的作用 以中长期来讲的话 代表这个整个产业族群 遇到一个新的发展 因为各位要知道 悟空这款游戏它不是只是结束而已 它是一个开始 因为未来很多的AI 结合技术情况之下 这种3A大作的游戏会越来越多 各位要知道什么叫3A游戏 3A游戏就是花费8000到 1.5亿美元之间的制作成本 叫做3A 2A就落在2000万美元而已 所以3A游戏它的制造成本比较贵 以前来讲的话 中国几乎没有这种3A游戏 可以卖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种说法说 中国政府在限制他们的发展 这一次为什么可以横空出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闷很久了 所以难得有一款游戏 可以卖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只要靠悟空救津 现在连中国官媒都开绿灯 所以显卡的商机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显卡相关的概念股 你可以发现到 我大概分三个族群 第一个是比较高价的 像维新 技嘉 华琴 这个来讲股价比较高一点 都一百多块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上半年获利都还不错 那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他们有跨入到 所谓的这个AI伺服器 其他没跨入到 像汉逊 轻云 利台 你会发现这个中价位族群 大概70块到100块之间的 你会发现它获利就没那么好了 但是这三檔股票来比较 你会发现 轻云是有赚钱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今天这三檔股票里面 这个比较中价位一点的 轻云股价还在锁涨停 那其他两家 它就涨不太动了 那利台这个汉逊 因为都赔钱 那你再往低价位的三檔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印太 城企跟威健 那今天来讲的话 印太跟城企 这个都涨上来 那大家比较不了解说 威健它其实 也是跟显卡有关系的 威健它虽然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通路代理商 但是它其中有20%的营收 是来自AMD 那AMD来讲的话 它其实AI伺服器的 赤上率并不高 那大部分是来自于 这个显卡的部分 所以它等于说 也算是有一些 显卡相关收入的一些概念股 只是它被归类在通路股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比较就是说 它目前的获利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上半年1.24 其实还不错 本益比其实算是最低的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威健应该会有机会 那里面最强的 应该会落在城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大陆有一家 这个硬体销售公司 显卡销售公司 叫做七彩虹 七彩虹它这一次推出了什么 独家悟空联名款的显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背面有这个悟空的形态 然后它这个风扇部分 在转的时候 你看看它会发光 好像那个金箍棒那边旋转一样 好 这边有噱头 据说来讲的话 也卖得很好 所以台湾的这个代理商 台湾的这个制造商是谁 其实就是陈起 就陈起帮七彩虹 做这个显卡的部分 所以你看陈起的骨架 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一个形态最强 它是连续两天 用跳空掌停的方式 做个强攻 那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效应发酵的情况之下 它应该会涨到 三到五根涨停码都有可能 所以后续来讲 还有一些补产空间 因为它位阶够低 然后威健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威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大家 有没有发现到 它这一次是跟 这个黑悟空的这个游戏团队 它是跟哪一家显卡公司做合作 大家都以为是这个回答 其实不是 你去超微的官网去看 AND官网去看 AND官网就讲说 这一次其实他们研究团队 是跟超微的显卡做合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赵文勇 黑神话的技术总监 他就帮AND背书了两句话 他说目前AND的显卡 对不对 已经满足我们在制造游戏过程 计算能力 所以我们会首先 优先考虑使用它 甚至他会向同行 推荐什么 AND的显卡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回答其实 这个显卡刚推出来 这个悟空游戏刚推出来的时候 他还在网络上 做了一个补丁包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玩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 回答的显卡 没有办法把悟空的这个画面 完全显示出来 他是透过下载的方式 去让他有更明显的一个 显示效果 其实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说 他们这个团队在开发的时候 是用什么 是用超微的这个相关的显卡 现在来讲的话 市占率来看的话 回答的这个游戏显卡 市占率是88% 超微来讲的话 市占率是12%左右 那你如果88%成长到96% 这个大概比例很低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超微 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他把这个12%的市占率 往上提高到20% 甚至24%来讲的话 他成长多少 成长一倍 所以这空间 想象空间就比较大 所以相关概念股来讲的话 我觉得危界应该会有机会 而且危界也相对的低 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还没有完全反映到 后续来讲 应该还是可以做个追踪 那除了显卡之外 应该有特别提到 就是这可能不是一个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他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 类似这样的一个游戏推出 所以显卡的话 不是一个短线的题材 当然除了显卡之外 有没有可能再蔓延到 其他的族群 因为你玩游戏 你可能会玩很久 有没有散热方面的问题 记忆体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加强一下 还有电源供应器 对没有错 因为因为组装过电脑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能就升级了一个显卡 然后散热什么东西 停留在原始时代 不太可能 所以后面来讲的话 就显卡涨了一段之后 散热它其实是有机会跟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三三二四的双红 尾盘有稍微有一些买盘进来 有点在垫高 其实它就有这个味道 资金会不会扩散 你就可以慢慢观察 散热这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来讲的话 我大概抓了四篮股票 双红 齐红 泰塑跟励志 那你会发现 其实本益比来看的话 双红跟齐红 至少大概三十倍以上 那这个来讲的话 目前本益比 你会觉得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往比较低的去找 20倍左右附近来讲的话 有什么 有泰塑跟励志 那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励志的部分 是可以做注意的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PC四占率 散热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占了大概四成左右 那现阶段这个悟空这款游戏 大部分应该是用电竞笔电在玩 电竞笔电来玩的话 它电竞笔电的散热 大概占了五成 所以位阶还算低 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做突围的 然后在记忆体的部分 记忆体接下来 在整个这款游戏升级的情况下 DDR5的需求 它会被看到 DDR5来讲的话 里面我们去找 占整个目前 低润营收比重 DDR5占近六成的是谁 是4967的实权 所以你会发现 当这个题材发酵的时候 实权昨天是大涨的 那今天来讲 股价也稍微往上垫高 所以我觉得在记忆体来讲的话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实权 未来你就观察 如果显卡继续涨 那资金扩散出来 散热跟记忆体 我觉得后续来讲 都会有机会 好 刚刚应该 说到这个一只猴子 可以救整个PC产业 除了刚提到的显卡之外 还包括散热族群 记忆体 甚至是电源供应器 接下来都可以做留意的 不过我们说到一只猴子 救PC 我们看到还是要请教永年哥 那回答到底这一次 还能不能够一人救全村 这个我们这样子讲 不管它是不是 能够一人救全村 可是它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 对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股市其实在之前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七巨铜 对不对 这高科技股 S&P100指数 就是七巨头带上来的 可是现在其他的六巨头 都开始有一点点的 变得比较温吞了 那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等 整个华尔街都在等 回答的财报 对不对 它财报一出来 如果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话 那这个美国股市 就有机会 这个开始再做 而且现在都希望 可以超过预期之外 还要超过很多 没有错 可是它有一点点的问题 那么对 我们怎么说 其实这个礼拜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回答的财报 其他的 我们都可以以后再说 都是小事情 怎么说回答财报 现在看一下 他第一季的营收年增率 是262% 预估第二季的营收年增率 是112% OK 绝对值 它还是成长的 而且还是翻倍成长 对 还是翻倍成长 可是 你跟第一季比就不行了 对 剩下一半了 对 成长趋缓了 对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 他们现在要开 从第二季开始 要进入个高原期了 第一季的营余 这更可怕 第一季是年增率 628% 到预估第二季的营收年增率 大概是139%而已 这差更多 是不是 就差更多了 成长幅度差更多 对 因为其实像这些的法人 他们看 他们不是看绝对值 他们最主要还是要看 他的年增率的比率 就是你第一季 第二季比第一季怎么样 如果说你这个第一季 年增率262% 第二季的营收年增率 300% 这个很好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他们会比较 有的人可能会就比较 抛弃他 基期这么高 你要他再有更大幅度的成长 感觉难度很高 台报不如预期 但是我对未来展望很好 财测很好 没有错 那个还更重要 那个比财报的结果 还重要 所以要怎么去看 他的这个财测 会不会好 他其实就看亚马逊 他这些大客户 他们如果这些大客户 他的这个资本支出 他说我第四季 或明年的第一季 我会增加 对 那就表示 他们要买 他们还要继续的大量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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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达的晶片 所以 这一点来讲的话 也会让灰达的股票 股价大涨 好 这回答对整个股市来讲 真的太重要 当然 回答好或不好 也会影响到我们 互国深山台积电 那当然了 这是一定的 因为 因为 回答现在也 已经变成这个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大客户 主要客户之一了 所以 他到底好坏 当然是有差 可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 从现在开始 到一直到2030年 那这个台积电 他现在不只是在台湾 一直在扩厂 对不对 他现在是全球在扩厂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日本的 他们的那个 那个郡守 还来台湾 就是说 希望你能在 我们再盖第三个厂 对 除了在日本 还有德国 美国 对 美国也希望他再增压盖厂 德国他更是积极 所以对于这个台积电的 这一些的供应链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 他们现在的表现 已经非常精彩了 而且这种 这种这个旺盛的情况 还可以一直延伸到 2030年 所以我觉得 这些概念股 真的可以注意 像今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这些概念股 几乎每一档都是涨的 几乎每一档都是涨 而且像什么这个军豪 什么还跟你涨停板 对不对 即使大家比较 有一点疑虑的 像星云 今天的涨幅也很大 然后我们看 他们的基本面 你看第二季的EPS 年增率 你看都是双位数 大部分都三位数 对不对 然后七月份的营收 还是一样 持续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个股来讲 其实 但是这些里面 这些族群里面 有哪些是比较 真的可以特别留意的 我是觉得 几乎每一档都可以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 现在很多的电子股 尤其像是AI伺服器 他们的位阶 其实相对的低 对不对 可是你去看 台积电的这种供应链的概念股 每一档的股票 几乎每一档股票 他们的位阶都非常的高 创新高 创新高 你知道吗 这样子还可以再继续布局 可是他们的量价关系都很稳定 筹码也非常的稳定 然后它基本面又好 有前瞻性 所以你看一下 像智盛 智盛它是做COA设备的 它的毛利率 因为本来就很高 所以超过平均水平 所以有助于它的营收的 这个盈余的成长 那么而且它这个7月份以来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5821张 它今天的股价 再创了这个历史新高 然后你可以看 它在昨天 它留了长长的上影线 然后量增留了长长上影线 收黑K 开高走低收黑K 大家就会想说 你再创新高 然后还出量收黑K 是不是表示你来出货了 今天不啰嗦 直接量缩拉到长停板 给你看 就是其实昨天是换首量 所以这只股票 我觉得应该还有高点 可以值得期待 再除非出现了大量 不涨的情况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谨慎一点 至于说加登也是一样 加登你看 它今天直接拉上去 然后成交量出来了 它在之前 都是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量价配合 表示筹码非常稳定 不过它今天留了一点上影线 今天盘中有碰到长停板 可是收盘中没有收出 最后没有收掌停 没有锁在长停板 然后你可以看 六月份以来 外资买超1.1万张 在从七月八月 你看外资一直在倒股票 对不对 结果它还买它 还是买加登 所以你就知道 像他们的这一些的 这个基本面很好 技术面的筹码面也都很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不要怕买贵 那要看的是什么 以后它还能涨多少 这些股票 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观察 很多买了房子的民众 结果现在买了之后 发现贷不到钱 原本以为会影响到房市 不过挺好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建商 他们开始去大买土地 没错 不过老实说 不管是在散户市场 投资客市场 还是我们看到的建商市场 基本上都有大小建商 或者说主力和小散户脱钩的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建商还在疯狂买地 但是小建商却有断头的风险 因为很简单 银行要放款 很明显限缩了 而且它也不是短期的现象 可能未来几个季度都是如此 它就会更谨慎的去了解 它放款的对象 通常当然是对于大建商 有比较好的利率 所以就导致了大建商 就目前长期来看的话 仍然没有停止 目前土地的交易量 我们举例来做观察 在7月份的上市贵 法人的土地交易量 是高达292亿 创下4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 我们以今年年初 一直到7月份为止 现在总共的累积交易金额 是高达了接近有900亿 这个金额是怎么样 2023年的接近四倍 2022年的接近一倍 21年也差不多 接近也要大概 比21年还要高不少 基本上就仅次于2020年 当时海量货币宽松 那你要知道 台湾央行其实这两年在升息 2020年当时是海量货币宽松 国际的热钱 以及美中贸易战的资金回流 所以造成的冲高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就是足以彰显着 上游端目前还是蛮活络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在于 就算你土建龙借到钱了 到时候你怎么敢肯定 你到时候预售屋已经买好了 过三四年之后 他们你的住户可以带到钱 要不然你也会 你也不能总要求 所有住户都跟你交违约金吧 你还是希望能够顺利的 让住户可以申戴 如果住户没有办法给钱的话 他们也收不到钱 对啊 到时候违约金他也不给你 那不是又有争议了吗 基本上也不希望这么麻烦 所以如果你具体观察 现在如果是以七都住宅建造 宅数来进行统计的话 如果累积二零年到二二年 全台大概是有五十一万户 陆续正在交互当中 这五十一万户 老实说是蛮庞大的量体 那就导致了 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大建商他能够跟银行 为你争取相对比较好的贷款条件 或者说先帮你预定好额度 但是小建商这个时候压力 相对就来得大了 这是第一个观察的重点 大小建商的脱钩 很有可能本能活下来的 房价不一定会跌 因为过去建商的态度 都是房价跌了 那我就给你熬过去 反正只有长篷都是我的 但是小建商不一定熬得过去 那第二个观察的重点 是属于这种真正的资产阶级 手上几乎可以现金购房的这些人 跟你可能只有一小笔钱 几百万 想要借由房地产投资 来达到稳定增值的这些小产户 可能又会陆续的脱钩 为什么 因为现在银行虽然央行和财政部 并没有真正下达现代力 可是的确银行 目前正在进行信贷 或者房贷的紧缩 那这些房贷的紧缩 是针对谁呢 目前由于财政部已经定调 手购政策不会变 所以是不能打辛勤安的 不能去打手购族 手购族的确 除了那一千万的额度以外 可能利率不同 可能会根据你的信用评级 但是几乎一定带得到 他就是晚一点拿到钱 但一定带得到 对 但是如果是第二户第三户的话 这个时候银行就开始做了 相当程度的线索 为什么 当时约谈喝咖啡 其实目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不管你怎么做 但是你要在确保 手购族的政策底下 你要进行适度的房贷紧缩 所以他就发现了 有些有趣的情况 那就是很多那种北部投资客 可能在短期内 会遭受相对大的成压 我们举例来说 你像苗栗县 最近发生很有趣的迹象 年收入一百万的房贷申请量 高速激增 很好奇 竹南真的有这么多工程师 已经进驻了吗 我们举例来说 以新增房贷的建筑来看 当时二零年一级多 大概是四百九十一件 现在多少 八百六十三件 翻倍 全台湾的移转动数 其实今年并没有创多高 但是苗栗几乎是翻倍 怎么那么多人突然做苗栗了 那你很明显 工程师去买的吗 你看当时一百万以上的 房贷族的占比 就年收一百万以上 在二零年只有两成四 现在翻了一倍 来到四成一 工程师怎么可能 再短短两三年 就突然翻了一倍 有很多的投资客进驻了 那如果你的口袋不够深的话 这一波的现代 或者这一波的房贷紧缩 很有可能就会抑制到这些人 所以目前主要是 挑这些人来打 首购受到的冲击 可能没有想象中来得打 那第二件事情 是预售市场到目前为止 其实老实说 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 现在主要受到冲击 比较大的是中股市场 也就是由于 这个房贷的紧缩 所以导致卖方缩手 买方也缩手 那买方转往预售市场 是因为预售 你不用那么早去办贷款 没错 因为按照目前的景气循环 时间久了 总存款一定会变多 也许只是这两年 稍微市场上的投机氛围 比较浓厚一点 所以导致短期的信贷而满 那现在来具体观察 如果是以全台湾 你看几个重点 从化区涨幅极高的地区 目前的代售率 老实说都偏低的 通常代售率 只要压到三成以下 那个房地产 预售市场就是很紧俏的 就是买的 明显大于卖的 举例来说 你像竹北市的部分 总销户数是3465件 代售量虽然多少 才600户而已 等于是只有17%的房子 还可以供你选择 8成3都已经卖光了 台中的西屯是17% 代表也是8成3 几乎全部卖光了 包括新北的板桥 台中南屯 武器等等 基本上都控制在两成以下 这个地方都很难买到房子 对 所以预售市场 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活热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方向是 预售会不会把台湾 整体房价给带上去 原因在于 过往我们针对双北地区 由于高总价 通常房价拉动速度 不会没这么快 可是就在昨天 这个台北 大台北信义房价指数出炉了 台北市的部分 居然年增幅1成4 新北市涨1成3 蛋黄居然涨得比蛋白还要猛 你就可以了解到 现在的确 中股市场是有点缩手的情况 可是你也可以陆续感觉到 稍微有一点口袋 深的 的确现在开始蠢蠢欲动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了 我们今天休息 想要稍后来关心的是 在台湾 我们说要去用餐 几乎都要排队等候的顶太风 他们现在在整个华北市场 现在已经是决定要全部都收摊了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